获得六科90级分大满贯的郭恩里表示 这三年间在学校有安心优质的环境 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成绩 他特别感谢老师的教导和引领 也提醒同学们上课专注是很重要的 有不懂的地方一定要尽快问老师 借助老师的经验得到解答 上课一定要认真听老师讲的东西 老师写的笔记或是他的一些技巧 什么的要把它记下来 因为他们的经验比我们丰富很多 所以他们可以知道一些 平常你可能只看课本看不到的东西 老师有时候会讲的比较快或什么 当然除了专心听之外 你可能如果听不懂的地方 就是一定要勇敢问老师 或者是问同学 就是要寻找去解决 不要就是不会就卡在心里 另外一位拿到四科60级分的陈冠颖也表示 从高二下开始便着手准备学测 也建议面临学测的同学 把握高中时光 多参加竞赛或检定 可以得到不少解题的技巧 以数学来说 多做运算也能够从中找到逻辑 加快解题的速度 我觉得数学这个科目是很需要多算 多运算 因为在数学 你即便你的逻辑正确 可是你如果运算出来的结果是错的话 那你在考试的时候也是选不出答案 或者是会写错的 所以平常要先提升自己的计算能力 然后接下来要去碰各种不一样类型的题目 然后最好是能自己有系统性的去把它做一个归类 然后在考试遇到题目的时候 你就可以很明显的知道 这跟哪些题目类型是相似的 就可以从中找到特定的解法 就比较轻松的就可以解出来 新的学测是108新课纲实施后的第一次 成绩对照比较不容易 但只要稳定心情 好好准备 朝自己的目标前进 每一个选择都可以是最好的选择 记者赵世约综合采访报导